大家好 我是艾波瑞管理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李玉璇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经易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经易研发管理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经历 我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取得的车辆工程博士学位 此后我在通用电器公司中国研发中心 以及罗克威尔自动化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过14年 主要做的是研发团队管理 项目管理以及产品设计工作 我加入艾波瑞公司之后 主要负责研发管理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 研发咨询项目的管理 以及一些具体的研发咨询与培训工作 我在这么多年的研发相关工作中 通过自己不断的一个学习体悟实践反思和总结 在研发管理体系构建以及推进方向上 有了一些心得 愿意与大家分享 本次课程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介绍经易研发理论框架 这个是基础 有了理论框架 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企业的研发管理的状态 进行写实分析并规划改善的步骤 第二我将介绍研发过程管理的一些方法和工具 包括研发过程的一个阶段划分 职能职责的分配以及常用工具 最后我会介绍经易研发推进步骤与管控的指标 用来指导经易研发管理改善规划 以及评价和管控 下面我介绍第一部分 经易研发理论框架 要管理好研发工作 我们首先得理解研发工作的一般特点 对于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企业来讲 它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产品的一个销售 那这样的话呢 研发工作的要聚焦于 如何开发出合适的产品 给企业带来收入和利润 对于产品研发 我们先看它的工作对象 研发的工作对象是产品的一个设计概念 一般表达为 设计师头脑中的产品的构思 或者文件中的一个产品构成方案的描述 或者电脑中 电脑软件中的产品模型 或者试制出来的工程样机 以及改进想法 甚至还包括产品实现过程的控制文件 我们发现什么呢 在研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研发的工作对象 并没有以实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而且它是不完善的 是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改善的 因为它不够直观 不容易理解 可见性非常差 所以我们对它的一个 状态的判断和把握比较困难 我们要去控制研发过程 难度就很大 先进的一些企业 常常使用项目可视化工具 来表达项目的一个状态 并接着评审来控制项目的方向 我们知道产品研发过程 和产品的生产过程 需别很大 产品生产过程 是用一些机器设备 来加工零件 加工产品 而产品的研发过程 对于研发对象的加工 主要是靠脑力来完成的 是靠工程师的一个智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设计师的脑力 相当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机器 所以我们说 这个设计师的能力和意愿 对于产品研发的效果 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重 研发团队的一个组织 以及研发人员的培养和激励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而从项目范围的角度来看 对于新产品研发 项目的范围 常常是包括 从立项准备到量产准备 期间的一个 很多部门的一个 联合的一个行动 而对于订单产品的一个开发呢 项目范围一般包括 从订单接收 一直到产品交付和服务的 所有活动 因此我们发现 研发项目的过程中 往往包含了公司 大部分的一个部门的一个活动 这些活动有非常多的并行交叉 覆盖的范围非常广 所以我们说 把项目管好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一些国际先进企业 常常设置专职的项目管理人员 并且非常注重 培养专业的一个项目管理的能力 从项目周期的角度来看 研发项目周期 往往很长 当然我们知道产品的大小复杂程度各不一样 因此 它的一个时间是不同的 但一般也常常要达到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一个时间 而在这个期间内 团队还会经常换一些人 而项目本身也可能有一些反复 有些波折 所以呢 为了积累知识 为了做好项目的一个接续的工作 我们要非常注重 做好项目过程的一个记录 而且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非常大 我们知道在项目过程中 因为客户的要求 项目团队对于需求的理解的变化 由于法规的变化 工作环境的变化等等 都可能导致项目目标 做出一些调整 而就算项目目标不变 能够满足同一个项目目标的研发结果 也是千变万化的 我们有很多种方案可以满足项目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个研发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 和生产相比 生产过程的产品的移植性是很强的 而研发过程的一个 研发成果的移植性是很差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在这些 一定要找出它们的共性 这样才能方便于我们的管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理解 去应用研发工作的一些 一致性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从研发效益的角度来看 研发活动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时间 比较长 这个链条很长 有些企业 有些公司 它是怎么来评价经济效益呢 它是用新产品发布之后 在三年内的一个销售额和利润额 或者说销售占比和利润占比 来评价新产品开发项目的 实际经济效益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研发项目的过程中 比如说立项 结项 比如说阶段评审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做产品效益的一个预测 这个一般来讲 误差是比较大的 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也要注意说 我在产品发布之后啊 我还是要做好产品效益的一个跟踪 通过这个信息来反馈 来提高预测的一个准确度 同时由于研发效益的预测比较困难 实际的效益呢 体现的周期又长 而我们讲 绩效评价 又比较注重及时性 所以我们说 要做好这种面向结果的一个绩效评价 是很困难的 我们再看一看 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研发的一个有什么新的难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 研发管理本身也是在不断进步的 当前的一个社会经济形势和技术发展状态 给我们的研发管理啊 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 科技水平的提高 以及竞争的一个激烈程度 让我们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有人曾经统计过 在19世纪的时候 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 是70年 非常长 到了二战前变为40年 到了70年代的时候 就缩短为10年 而到了现在呢 很多产品 特别是电子类的产品 它的更新换代的周期 只有一到两年 有的甚至还不到一年 同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那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增加 所以这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方式 消费结构 消费习惯 消费心理等等 都有很多的变化 这就体现为消费需求的变化 我们发现 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变化是越来越快 对于个性化的追求越来越高 为了满足客户这种定制化的一个需求 企业需要想办法去及时的跟踪 和了解客户群的一个需求 然后规划自己的产品平台 并且把它产品开发出来 要加快产品的一个研发速度 我们还发现 现代产品的一个复杂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以前有很多传统的机械产品 现在他们往往通过一些 对于电子系统 软件系统一个集成 增强了功能 提高精度 让方便操作 让产品变得更加智能 有很多的产品 通过联网的形式 形成产品间的一个协同 或者与客户之间的互动 这对开发的难度就在于 产品开发要设计的学科是越来越多 相关知识的密集度越来越大 设计建模优化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在开发过程 需要企业内部外部 多个学科的一个协同 要想办法去提高产品的一个 标准化模块化的程度 要去提高 获取客户需求的一个 信息的一个能力 以及分析能力 在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 要能做到及时的分析 迅速的一个改善 而且 现代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还带动了产品研发过程 信息化水平的一个提高 很多信息化工具 可以代替设计人员 做一些数据性 分析性的一些工作 能够方便研发团队 做一些协同性的工作 这样就让研发人员 集中精力去做一些创新性的工作 能够提高研发的效率 那对于企业来讲 一定要合理的选择 信息化的工具 当然要注意 信息化工具之间的一个集成 要做好研发工具的一个 使用方法的培训 要做好应用过程的指导 并且要注意做好 工具适用性的评价 以及及时的对工具进行升级 这张图展示了 Ibreed 经义管理全价值链方航论体系 蓝色虚线的左边 是企业的内部活动 而右边是外部市场的结果 我们企业内活动的目的 是让企业提供的产品 品质高 成本低 交互准时 想要快速 从而让客户满意 进而能够愿意长期去买 本企业的产品 为了实现目标 需要从战略管理 执行几个层面来 管理好企业内的活动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通过方针目标管理 把企业的顶层规划 做到我们全价值链 管理各个环节里面 以及顶底层支持活动里面 从而能够让企业的 各个层级的活动 有一个统一的 一致的一个方向 当然了 企业的活动 必须满足社会环境的要求 这张图展示的是 Albury研发管理的理论框架 它包含了五大目标 六大理念 八大管理支柱 以及一个产品开发平台 五大目标的第一个是质量 我们说质量的重要性 勿用互会员 然后从质量角度来讲 我们一般要确认 我们构建我们的 研发管理体系 和改善这个体系 我们想要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质量目标 是产品的功能上的要求 还是产品可靠性 从时间角度 我们设置的目标 常常包括项目的周期 以及产品设计的时间 从成本角度 往往包括 项目的费用 以及产品的标准生产成本 而从效率目标 有时候会包括 单位时间完成的项目数 也可能会包含 从财务角度看到的 研发的投入产出 从创新的目标 我们往往会包括 产品功能上的创新 以及获取到的专利数 这些目标 它们之间 毕竟有着一个相互的 一个优先关系 所以我们在构建我们的 研发管理体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哪些指标 对我们来讲更加重要 哪些可以往后放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 让自己的工作 更加有针对性 更加有重点 而六大理念的第一条 是价值 我们认为 客户确定价值 客户定义价值 也就是说 我们要确保 我们开发的产品 一定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包括客户的显性需求 和引力需求 还要想办法 把识别出来的价值 在开发的过程中 能够相互展开 保持对于价值理念 认识的一致性 而协同的理念 讲的是说 研发过程 有大量的 多学科的部门参与 需要协同好 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 在管理体系的构架过程中 考虑好 如何促进 部门之间的一个协同 比如采用同步工程 采用项目管理 等等方式 第三条理念 是标准化的理念 标准化是改善的基础 我们认为没有标准化 就没有改善 对于研发活动来讲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说 从产品设计方法 从开发流程 从工程技能的角度 都要做好标准化 第四是系统化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研发管理的各项活动之间 是有一个相互的互动关系 如果我们考虑事情 不够全面 不够系统 往往会 摁住葫芦起了瓢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系统的思维 要能够做好 全局系统的一个架构 这样才能够保证 一个全局的一个改善 第五条原则是 以人为本 因为研发活动 是以人为核心的 人在里面的重要性非常高 所以我们认为 流程工具啊 技术等等这些 都必须要匹配人的能力 人的功能力没提起来 其他部分不匹配 是达不到很好的目标的 第六条 尽善尽美 这个是经理的一项根本原则 也就是说 我们从来不满足取得 已有的一个改善 我们要持续不断的 进行一种根本性的 不断的改善 下面的八大管理资助里面 第一条是战略与规划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 企业顶层战略的技术上 制定出我们的研发战略 我们要基于市场的需求 基于我们对竞争的理解 基于对技术发展的分析 制定好我们自己的 新产品开发的目标 制定出我们的 技术发展的规划 当然同时 我们要做好 对于客户需求的一个 收集 一个分析 一个跟踪 控制的这些能力 这样才能够保证 我们做的事的方向是正确的 毕竟 做正确的事 有的时候比把视频做正确 更重要 而第二条管理之处是 组织绩效设计 这里面主要涉及 研发组织结构上的优化 那重点是专业化 协作的一个能力 要做好 要做到责权率 比较明晰 清楚 在绩效设计上 要做好合适的 KPI的一个选择应用 在人员的绩效的一个管理上 要做好计划 沟通 评价 补导 等等 从研发流程 这个支柱上 我们一定要充分理解 公司内研发业务流的 一个特点 我们建立的研发流程 应该是端到端 应该是分阶段 结构化 标准化 并且是没有减少浪费 还要有办法促成我们 并行协作 第四条管理之处 决策评审 我们要建立好 项目的决策评审 我们要规划好 评审的准备 评审的过程 评审结论的一个 合理性 有效性 要监督它的执行 要让评导层 有办法去跟踪 项目的状态 把握项目的方向 推动我们研发管理的 规范化 第五个 项目管理 在这里面 我们注重要提升 项目负责人的能力 同时建设项目 企业的项目文化 项目管理的重点 一般是在 项目的成本管理 质量管理 进度管理 沟通管理 以及风险管理 这几个方向上 标准化设计 标准化设计 这个支柱上面 我们重点是要提升 产品设计人员的 标准化的设计的能力 我们要建立好 标准件 产品模块的一个 研发管理的机制 以提高我们 技术复用的程度 对于知识管理 我们要想办法 建设好 知识管理的机制 以及配套的 知识库等基础设施 这样我们能够提升 对于知识进行 获取 整合 记录 分享 更新 这样的能力 国际先进企业 非常重视 知识的管理 因为这个是 企业技术能力 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对于资源管理 我们要建立好 管理机制 管理好企业的资源 特别是人力的资源 我们要有办法来判断 企业所需要的能力 能够分析 判断 人员的能力水平 能够分析好 项目的复合 并做到 多项目之间的 一个复合平衡 当前 由于 信仪化水平的提高 有很多的 数字化的一个 产品设计工具 以及项目管理工具 我们要选择好 合适的工具 构建好我们自己的 数字化的研发平台 它们一般会 绑进和整合进了 基础管理的一些功能 从而有利于 我们的研发管理工作 第二部分 我介绍研发过程的 一些管理方法 与管理工具 首先介绍 研发组织架构 和职能设置的一些 特点 由于研发活动 涉及到的学科 比较多 每个学科 要深入理解 要熟练应用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跨学科之间的 整合也很困难 而研发人员的素质 对于项目的成效 影响非常大 所以国际先进企业 往往在研发职能分工上 做得很细 这样能够让 每个职能上的人员 专注于发展 本领域内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达到 比较高的一个 整体的研发水平 图中的例子 展示的是 产品开发部门 分成了多个职能 某些职能 还会再次细分 对于研发工作来讲 专项领域的 深入研究很重要 领域圈的整合 同样重要 例如项目管理这个职能 就需要把各个 专业职能的工作 进行整合 从而达到 项目的目标要求 国际先进企业 用的比较多的 是类似于 右边这个图的 项目制的一个组织方式 这里面 内层红圈内的一个 是核心的项目组成员 一般来自各个部门 他们有着 各个职能方向的 专业知识 他们直接对 项目的成功负责 直接执行项目活动 并且做出实施决策 还能够从 他们各自部门 获得技术支持 有必要的时候 去各自部门 协调调动资源 而内外红圈之间的 智能部门 一般是负责提供支持 在有必要的时候 提供人员加入项目 执行项目工作 项目经理 需要理解项目的需求 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管理好项目过程 项目经理是 项目 项目制组织的核心 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由于 研发的周期很长 企业的管理层 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 资源的投放 一般会把项目的过程 分成多个阶段 并且设置一些阶段门 进行阶段评审 以便对项目的阶段成果 做评估 对项目的方向做决策 阶段划分的方法 和很多因素有关 例如企业所处的行业 所做的产品的类别 企业的规模 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 企业内人员的能力 企业文化等等等等 一般来讲 在工作内容 类型转换的时候 常常要涉及很多的 不同职能之间的 一个工作交接 在这个点 比较适合设置阶段门 例如我在这里的 产品验证的末期 设一个阶段门 然后生产部门 会接收到大量的 产品的设计信息 我做好阶段评审 有助于项目团队 把产品改进的设计 做得完善 让生产准备的过程 变得更加方便 更加快速 另外 如果说某一阶段的 工作技术难度比较大 在后续阶段 要投入资金 贡献比较高 这个时候 为了有效的 评估控制风险 也比较适合 设置阶段门 另外 在多年的研发实践中 各个企业或者组织 成功的开发了 大量的 很有效果的 一些研究研发工具 所以我们各个企业 应该了解 这些常用工具的 作用基本用法 按照各自企业 自身的特点和需求 选举好 选举好合适的工具 这里面 列出的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研发项目阶段划分 以及各阶段 常用的一些工具 在产品规划阶段 常用的有 SWORD Carno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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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FD 等等 SWORD 分析法 主要是把企业内外部的条件 各方面的内容 进行综合与概括 分析企业的优势 劣势 面临的机会和威胁 进而 帮助企业进行战略选择 它可以帮助企业 把资源和行动 聚集在自己的强项 和有最多机会的地方 让企业的战略变得很明朗 而第二个 Carno模型 它是用于对用户需求 进行分类 优先排序的一个 很有用的工具 它是以分析用户需求 对于用户满意度的影响 为基础 它能够体现产品性能 和用户满意之间的 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可以用来确定 产品需求的优先级 Appease模型 是在研发项目的初期 从八个方面来描绘 客户对我们客户需求的 一种结构化的 技术收集方式 能够体现客户的声音 让我们能够 全面地了解客户的需求 评估我们的产品 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的 竞争能力 而QFD质量功能展开 它是从质量保证 这角度出发 通过一定的市场调查方法 获取顾客需求 并且采用矩阵图分解法 将客户需求 分解到产品开发的 各个阶段 和各个智能部门里 让设计和制造的产品 能够真正满足 客户的需求 我们看到 这一阶段的重点 是去理解客户的需求 确定项目的方向 在第二个阶段 产品设计阶段 一些常用的工具有 WBS分解 干特图 头脑风暴法 DFX DFMEA DOE等等 其中 WBS分解 是把项目的可交互成果 和项目工作 分解成较小的 易于管理的组成部分 WBS可以展示项目的全貌 控制项目的范围 它也是项目计划 制定的一个基础 干特图 是通过调账图 来直观地表明 任务计划 在什么时候进行 以及实际进展 与计划要求的对比 简单实用 头脑风暴法 是让参与人员 不受限制的 以会议形式进行讨论 座谈 打破常规 积极思考 畅所一元 充分发表看法 可以促进 创新想法的产生 DFIX指的是 产品面向生命周期的设计 这里面的X 可以是产品生命周期中的 任何一个环节 比如产品的制造 装配 检测 包装 运输 维修等等 从而使得产品 好造 好用 DFMEA 是指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对于各种可能的风险 进行评价分析 以便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 消除这些风险 或者把它们减少到可以接收的水平 DOE实验设计 它是调查产品的一些特性 或者多个因素 对于产品性能的影响 用来识别系统里面 各因素影响力的大小 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促进产品设计的优化 在这个阶段的重点 是项目的计划 以及设计的优化 在第三个阶段 产品验证 这阶段 常用的一些工具有 试验方案 FTA故障数 鱼骨图 因果矩阵等等 FTA故障数分析 是通过 由上往下的 一种演绎式的 失效分析的方法 来了解 系统失效的可能原因 并且 找到降低风险的方法 鱼骨图 是以分类 分层的方式 寻找问题的根本原因 它的特点是 层次分明 调理清楚 而因果矩阵 是在鱼骨图的基础上 以用矩阵的形式 来处理一些 鱼骨图不方便处理的 复杂问题 产品验证阶段的 工作重点 是试验过程 问题的分析 与改进 在生产准备阶段 常用的工具有 生产测试规范 PFMEA SPC 等等 其中 PFMEA 是在产品工艺设计的过程中 分析产品制造过程 潜在的事项模式和后果 从而确定 相应的 例方措施 SPC 统计过程 控制 它是借助 树立统计的方法 对于生产过程 进行 分析评价 根据 反馈信息 及时发现 系统性因素 出现的一个征兆 并且采取措施 消除影响 从而 使过程 紧受 随机性因素 影响 达到控制质量的目的 这个阶段的 重点是 生产问题的 预防和控制 在产品发布阶段 常用的工具有 市场发布方案 技术知识方案等等 在生命周期阶段 常用的工具有 FRACAS 检查表 排列图等等 FRACAS 也就是 故障报告分析 以及纠正措施系统 它是通过一套 规范化的程序 使发生的产品故障 能够得到 及时的报告和纠正 从而实现 产品可靠性的增长 提高产品质量 检查表 它是进行 数据的一个简单记录 提取和整理 而且能够对检查项目 进行毫无遗漏的 核对和检查 排列图 是能够发现问题的 优先关键因素 本阶段的重点 是售后问题的抓取 与分析改进 第三部分 经营研发推进步骤 与管控指标 我们之前介绍过 经营研发理论框架的八大支柱 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 研发管理的主要目标 但是一个企业 在做管理改善的时候 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 做全面的推进 而且企业规模不同 产品的种类不同 人员能力等也不同 这八大支柱的重要度 和优先级 也就不一样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应该采用细整化的方法 根据企业的研发 研发管理表现 与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 找出关键要素 管理短板进行改善 毕竟根据木桶原理 是短板决定了容量 所以对管理短板的改善 更能够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找到了改善的一些方向 就可以排除轻重缓局 就可以决定改善的步骤 和动作的次序 对于有些企业 没有做过经营研发的改善 在研发管理的各个方向 都比较低 那他们怎么办呢 可以参考图中所示的 一个典型的推进步骤 在第一个阶段 通过研发管理水平的诊断 经营研发理念的培训 以及针对突出问题 所导入的改善工具 让企业的研发人员 和管理层 对于经营研发 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 而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可以针对试点项目 导入项目管理的一些方法工具 建立起跨部门的协同机制 把这个项目做成功 打造成经营研发的示范项目 因为研发项目的执行 与研发的成果 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把研发项目做好了 容易建立起研发人员 以及企业领导层的信心 从而为后续的阶段的推进 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到了第三个阶段 我们建议可以建立 运行的研发流程 优化评审机制 进行研发人员的能力规划 以培养 建立起举阵式的项目组织方式 我们看到这些行为 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些改善点 对于这些方向的改善 有利于企业研发能力的整体提升 第四个阶段 我们建议可以做产品的规划 与需求的管理 研发知识与技巧管理 以及产品的标准化 平台化 模块化 这些工作 都是研发的战略方向上的一些行为 这些方向做好了 有利于保证研发方向的一个正确性 从而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在第五阶段 我们看到通过前面四个阶段的努力 研发人员以及领导层 对于经营研发有了比较好的信心 对于研发的管理的理念方法 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认知 所以这一阶段 主重强调的是 建立持续改善的意识 建立追求尽善尽美的一个文化 从而推进企业内各个组织的自主的进化 在研发管理变革的时候 有一些注意事项 一 高层领导一定要持续地给予关注与支持 毕竟管理的变革是属于大家习惯性的工作方式的一个变化 打破习惯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不舒服的 如果没有高层在后面持续地推动 很多的时候 管理改善工作就会不了了之 第二 我们要坚持系统架构与人才的培养定局 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建立一些规则制度 另一方面要让参加的人员 掌握和了解这种新的方法 新的工具 第三 员工从理念到工具技法到实践体验有一个接收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让参与管理改善的人员既接受培训 又让他们学习工作技法 同时也要给他们分配具体的任务 让他们在工作中体现新的方法理念的正确性 第四 我们要注意到维持一个维持与改善之间的循环转换 既要通过改善行为提高自己的能力 又要通过标准化的维持行动 把这种能力固化下来 形成进一步改善的基础 这一页介绍的是 研发管理的过程指标与解构指标的管理 我们之前谈到过 对于研发绩效的管理比较困难 一些先进的企业有一些成型的绩效管理方法 各个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选择应用和改进 当然了 各种方法的应用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指标进行支撑 由于研发活动的特点 评价研发活动既要有结果指标又要有过程指标 既要有全局指标又要有局部指标 图中列出来一些比较常用的研发指标 它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研发活动作出评价 例子里面第一层的指标是财务性的指标 新产品的益润贡献率 新产品的营收贡献率 体现的是企业之内整体的研发活动的财务的产出 而研发强度体现的是企业内整体性的研发投入 两者结合 可以体现企业内整体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比 可以借此从财务角度来判断 企业内的研发活动盈利能力如何 如果竞争对手是上市公司 在财务报表上往往也会披露僵硬的数据 通过与竞争对手或者行业内平均水平的对比 就可以对本企业内的研发能力做出评估 第二层的指标是非财务性的整体性指标 专利数量 人均项目数 客户投诉率 新产品开发坦承功率 它们体现的是研发团队的创新能力 工作效率 工作质量等 第三层的指标 主要是项目级的结果性指标 研发项目的进度偏差 费用偏差 新产品成本偏差 验证实验通过率 它们评价的是项目的进度成本质量上的表现 第四层的指标 主要是过程性指标 研发流程符合率 产品标准化率 设计变更率 技术评审合格率 体现了研发人员对于整体规则的遵守 以及设计的质量 由于企业研发相关指标 大多数是保密的 很难拿来做对标分析 而且不同企业之间的产品和经营环境差异很大 企业之间的指标对比未必真的能说明什么事情 因此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利用这些指标 按照时间线做重向的对比往往更加重要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工作的特点 以及自己基础数据的收集能力来选择合适的指标 利用这些指标管控研发活动 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改进 还可以评价此前的管理改善的一些效果 这些量化指标的应用 可以避免仅仅依靠经验和直觉进行判断 利用定量的指标进行分析 利用定性的指标辅助判断 有助于企业更好的理解现状 发现问题 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 找出最佳的改善方向 让企业的研发管理 持续改善 尽善尽美 谢谢